全新的世界 全新的世界 來到全新一周 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視野 我是代季權 今天這一集 我們邀請到DevCore的創辦人 即執行長翁浩正 Alan來到節目當中 在這一集的節目裡面 他跟我們解釋了VUCA這樣的軍事概念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 形塑出正確的治安心態 除了VUCA之外 第二點 Alan也告訴了我們 其實 治安最嚴重最大的漏洞 不是通訊 不是軟體 不是硬體 其實就是我們人 我們個人或企業或政府 要怎麼樣在這樣 以人為治安最大的漏洞的前提下 來部署跟發展 我們的治安策略 那第三個部分 Alan也跟我們分享了 在AI的這個大流行 供應鏈在智慧化 以及這個基礎設施 technology的安全上面 分享了這個實際的做法 以及美國新加坡等等 國家的這個 國際的治安發展策略 是怎麼做的 從這集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治安真的不是只是國家安全 治安是我們台灣 參與全球新經濟不可或缺的基石 HELLO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代季全 歡迎回到全新一周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是大家熟悉的 DevCore的Alan DevCore執行長翁浩正 Alan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DevCore執行長Alan 首先我要先恭喜Alan跟DevCore DevCore其實現在滿10周歲了對不對 是沒錯 好這是第一個要恭喜DevCore跟Alan 第二個是DevCore不久之前 就拿下了全球白帽駭客的第二座冠軍 這個比賽叫做Pong2Ong 是Pong2Ong競賽 對Pong2Ong的競賽 那是不是Alan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Pong2Ong這個比賽的形式 跟這個比賽 為什麼受全球白帽駭客 這麼樣的推崇 其實Pong2Ong競賽 算是這個 資安研究人員的一個最高電堂 原因是因為 它是由ZDI這個公司所舉辦 那它現在已經變趨勢的一部分 那這個比賽有趣的點是 每年呢 它會公開一系列的目標 例如說是手機 例如說是這個物聯網的設備裝置 甚至說可能有一些更大型的 像是電動車等等 都會是目標之內 然後呢 它裡面會定義說 如果 因為它是個比賽 那如果說有團隊呢 拿下成績還不錯 像是我如果有挖到漏洞 能夠控制它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設備拿走 那它也會 有一個總積分 然後它會定義說 誰是 Master of Pong 就是說誰是這種 駭客大師的這種名譽 所以那個Pong2Ong的意思 就是這個活動的緣起 是不是說 我只要駭進去那一台 那一台就是我的 對就是我只要拿下它了 我真的能夠控制它 那我就可以把它帶走 帶回家 對 這比賽中有出現過特斯拉的汽車 有出現過車子 對 所以你只要能夠供下那台車 那台車就可以帶回家 對 手機手機可以帶回家 沒錯 筆電筆電可以帶回家 沒錯 好再次恭喜的DevCore 拿下台灣史上的第二座冠軍 現在2023年其實才剛開始沒多久 但是其實我們看新聞 還有大家日常生活都非常強烈的 不管是詐騙還是工廠被勒索 或製造 不管是晶片商還是代工製造廠 被惡意勒索 惡意攻擊 就是這個新聞 不管是台面上台面下 大家都越來越常聽到這樣的事件 那是不是想要 我想要先幫全新宇宙的聽眾朋友請教Alan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要為2023年 選一個資安重點的關鍵字 你覺得台灣的企業組 以及資安長們應該要知道 或者是根據這個關鍵字來計畫 和執行什麼樣的一個重點 這關鍵字會是什麼 我覺得我要給出一個很不一樣的答案了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更多關鍵字 因為其實每年大家都知道說 哇 資安很重要 資安的議題一直出現 然後每年一直在談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企業 所有的民眾對於資安 已經沒有人覺得它不重要 但是大家反而是疲於奔命的 今天又一個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學習它 學習它會怎麼做 學習它要怎麼樣去做防禦 甚至說當我做完A之後 B又跑出來了 C在後面在等著我 所以我永遠不知道說 我要做到怎樣的境界才夠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不需要更多關鍵字 我們要的是了解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我覺得有一個軍事的用詞還不錯 這個分享給各位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我只能夠用混亂來形容 對 因為攻擊超級多 而且這個攻擊的層級 不單說是民眾會被害 整個到國家 網軍 這邊都是大家都會在做這些攻擊的行為 所以說軍事中有一個用詞 叫VUCA V-U-C-A 這我覺得很能夠體現 整個資安上面的一個情況 通常這個在講管理學 例如說現在的時代 它是有異變性 不確定性 複雜性 跟模糊性 今天攻擊的手法不斷的變化 包含說攻擊者 他的技術在不斷的演進 再加上說我們所使用的技術 我們用的 用來建構系統的技術 或是框架 也不斷的在改變 所以一直在變 再來是不確定性的話是 我不知道到底敵人在哪邊 他什麼時候會攻擊 他會用怎樣的手法 攻擊哪一些目標 這是完全不知道的 再加上說攻擊的手法相當的複雜 他可能是要串聯ABC三種漏洞 才可以達到攻擊的行為 那所以防禦對防禦來說 是更加的複雜更加的困難的 那也因為他這整個 我覺得是敵案我名 再加上資訊的不對稱 所以說整個對於防禦者來說 是很模糊的 那怎麼樣去因應這樣的 VUCA的這個事態呢 我覺得重點在於說 我們是要開放型態 例如說我今天知道 外界在不斷的變化 那這個變化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心慌 可能會很不安 但是我們應該開放他 我們只要知道說 我們只要持續的學習 那其實就可以去因應這樣的攻擊行為 就好像我們在疫情的時代 我們今天知道 可能我們在可能在兩三年前 我們會害怕說 我們是不是在外面就會染疫 就會可能就會生病等等的 但我們現在知道說 其實它就是一個過程 今天外面有各種的病毒 有各種的這種疾病 那我只要知道 我只要把我的身體的健康 我只要把我的這個體質改好 那其實我就可以因應這樣的外界的變化 然後進而去達到我的這個強化 所以我覺得心態面是 任何關鍵制要來的更重要 那當然我覺得 現在很多人在談說 資安心態要做內化 例如說 我們今天要把資安融入到企業文化裡面 甚至有人說叫資安的DNA 但我也呼籲說 其實我們在講內化的同時 外化也很重要 我們現在學習的時候 我們現在把資安的一些概念 融入到我們的體制裡面 但同時外界也不斷的在變化 所以我們要把資安的一個作為 在不斷的學習當中 我們要融入外面的變化 來讓我們變得更強大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現代大家在做資安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也就是說其實這幾年下來 你提出來的建議 其實已經不是什麼資安要去 重點防禦的關鍵範疇了 其實反而就是說 這個VUCA 就是VUCA這四個字 縮寫著這個軍事上面的用語 反而是說 我們面對這個資訊安全的威脅 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這個態度包含是一個開放的態度 要知道說這個威脅 有各種不確定性 各種不對稱 然後手法層出不窮 所以心態上面我們就不是覺得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而是要先有一個開放的態度 知道說資訊安全的威脅 可能從四面八方而來 可能會一直不停的推成初心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持續去學習的 除了內化之外 還要有向外面去了解這個情況是什麼 有什麼新的可能性 或新的事件正在發生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跟心態 沒錯 完全就是這樣子 好 我把討論的軸線 拉到兩個比較實務面上面 就是根據KPMG 2022年的 台灣企業資安的暴險調查報告 它指出其實社群網路攻擊 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就是包含企業的員工 他們在社群媒體上面的大量使用 暴露出來的社交工具攻擊風險 已經變成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員工 工作者 可能在不經意的就在社群上 留下電子商務的郵件 或者是變成駭客攻擊的一個啟動點 眾多產業中 其實以金融業的情況最嚴重 詐騙其實說出來他們就是要騙錢 這個就變成說 金融相關的產業 它最常透過社群媒體去發布 這些新的訊息 也讓用戶因為對社群媒體的依賴 很容易在這上面會產生很多 不管是社交或是社群媒體的 被輕忽的環節 那從你這邊的角度來看 你怎麼看現在的社群媒體的網路攻擊 還有社交工程攻擊的樣態 我覺得這可以 我喜歡談一個現象的時候 從它源頭開始談起 為什麼說社群媒體 社群網路攻擊 跟社交工程的攻擊會這麼多 原因是因為人是最大的資安缺口 其實在做任何駭客的攻擊的時候 當然有些團隊會選擇說 我去進攻網站 但是在國外更多的是 它是不是可以利用人的缺陷 來去詐騙它 來去欺騙它 舉例來說 與其我去花數個月去研發一個 世界頂級的漏洞去攻擊某一個系統 不如我花幾個小時 寫一個文情必貌 然後可信度很高的詐騙信 去把員工的帳號詐騙走 所以說這是人是最大的缺口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只要任何像是社群平台 或是只要能夠跟人有多互動的 這個媒介的話 都會是被利用來做攻擊的 那其實我們也發現到說 假設說我們來談攻擊的這個形式好了 像是全球反垃圾郵件中心 它有一個統計說 全球前三大的社交工程的形式當中 其實最常見的是帳號密碼的更新郵件 舉例來說它會發一個詐騙信給用戶說 你的帳號密碼要做更新 那用戶可能就會沒注意到 他可能就點了 點了之後就會導向到一個惡意網站 然後就輸入了原本的帳號密碼 就因為這樣而被騙走 那這個也是很常我們都會收到的 再來會發現的是 像我們在Facebook上面可能會看到有假的貼文 或者說有人會假冒成朋友去傳訊息 那這個其實也很多 那比較新一點的像是 最近身邊很多朋友都會收到像Telegram 裡面會有一個朋友 然後發一個訊息來說 叫我們截圖 說你的帳號變兩個了 你可以截圖給我看嗎 然後在截圖的時候 他就想辦法登我的帳號 那就會有一個六個數字的驗證碼 只要把圖片給他的話 那他就會拿到我的驗證碼去做登錄 那用這樣的方式去騙取我的帳號 其實像這樣的一個形式最近非常非常多 也非常多朋友因為這樣子而被騙而受害 所以這就反映到說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社群網站啊 通訊軟體啊 這種跟人有關的其實就是很常被攻擊的 那再來是呢 怎麼樣去因應像這樣子的威脅 其實我們都常聽到說 資安的意識 資安的概念很重要 我們要認知到說 其實這種社群網站 通訊軟體它其實是有危險的 把這個防備心拉高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用這樣的認知去抵禦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會被詐騙 但企業方面其實它管理要更多啦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宣導說 企業內部要有一些流程 當我們收到哪樣子類型的郵件的時候 會注意說它的寄件者啊 或者是我們利用郵件平台上面 內建的一些功能去判斷 它是不是是詐騙信件 垃圾信件 然後因而我們就有一些 對應的檢查措施 那這是我覺得企業都應該要做的 那我覺得核心概念是縮小攻擊面 所謂攻擊面是呢 攻擊者像是駭客組織或網軍 他們可以介入去做攻擊的一個面積 面積越小 它攻擊的成功率就越低 它的話成本就越高 所以說只要說我們把 每個員工的權限最小化 每個員工他只能夠存取他必要的文件的話 那就算他真的被騙了 他損失的文件也就不會那麼多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之前在全新週有訪問到另外一位來賓 他其實也說資安這個範疇 慢慢的限縮在兩個領域 一個是技術領域 一個是騙數領域 所以其實你剛剛講的我覺得很高度共鳴 其實你講的那個資安最大的缺口 其實不一定是筆電 不一定是手機 其實就是人 沒錯 光Telegram就是要我截圖給你看看的 我在這兩個月大概就收到四個 真的很多 這個是屬於人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KPMG另外一項報告也指出 其實在這樣子一個大的趨勢浪潮上 除了像你講的社交工程 其實都是以人為核心 就是說技術一直推成初心 但其實傳統上我們所謂的金光檔 就是說去透過人性或人的弱點 去騙數的部分 其實好像本質上面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對 所以的確你剛剛也提出了很務實的一個做法 或者是一個原則 其實就是縮小被攻擊的面 對不對 你剛剛也包含了在企業上面 企業其實給員工的權限 其實應該要越小越好 不是說要小到他不能工作 而是說只要給他工作上面 合宜應該有的權限就好 另外一個更大的範疇是 其實現在全球的製造業或供應鏈 其實都在快速的數位轉型 或甚至智慧轉型 根據KPMG的另外一項報告指出 企業在2023年應該更加關注供應鏈攻擊 也就是另外一個角度其實是要關注供應鏈的安全 上下游的安全 那我想要請問Alan 就是說 從你的經驗來看 供應鏈目前主要的安全挑戰 可能有包含哪一些 其實我覺得供應鏈目前我們常看到的 最常多的是惡意城市惡意軟體 透過供應鏈去感染 像是我們假設以攻擊方的觀點來看好了 我今天要進攻一個企業 他那個企業如果是價值很高 他資安能力一定是比較強的 像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可能用人的角度去做攻擊 如果還不行的話 我們會尋找他的上下游 只要他整個供應鏈上面的廠商 只要有任何一個 他可能是存在重大的一些資安風險的話 其實就可以去感染回 我們主要想要攻擊的企業 而且也有一些數據顯示出來說 近兩年最嚴重的勒索軟體當中 有七成是透過供應鏈的弱點 然後去達到攻擊的勒索的效果 所以這也代表說 供應鏈的安全性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也發現說 在這個攻擊的時候 其實會透過一些技術方面的手段 舉例來說我們有很多企業 他為了求開發的快速 他可能會導入所謂的DevOps 可能透過一些大量部署的功能 來去加速它的開發 而這樣子類型的機制如果被濫用的話 那也變成說 我們可以讓二一城市大量部署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讓攻擊變得更便利 變得更快 更快速 在攻擊的時候 除了說攻擊直入二一城市之外 他們重點還有就是 我們如果可以竊取系統裡面的帳號密碼 或者說竊取原始碼 原始碼在日後可以做分析 竊取原始碼之後 去分析原始碼當中有哪些地方 可能是有弱點的 那是不是就可以在日後去研發出 更嚴重的攻擊城市 然後去達到攻擊的效果 所以說剛剛講了這麼多技術面 我覺得在管理面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更困難的是 企業方他無法去確認 整個供應鏈上面的廠商上下游 是否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也才看到說 很多企業他其實會去做一些 供應鏈的廠商管理的措施 舉例來說 我這個上下游廠商 可能要通過某些資產的標準 或者是說要配合我們去做 集合啊 或者說通過一些資產的驗證跟檢測 才可以成為我們的供應鏈廠商 我覺得這個都是企業之後 越來越大的一個供應鏈的議題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聽眾朋友 是在供應鏈其中的一環 比較積極的做法其實是 搭配著剛剛講的這個要有開放的心態 一直去學習跟了解 但更積極的做法其實是說 讓自己能夠及早的去應應跟準備 這些可能會有的資安的供給 那其實就是去有一些資安的 不管是流程上面的驗證 或者是一些工房的一些training 就是在自己的供應鏈上下游 能夠在自己的客戶要求之前 就先做好相應的準備 其實我可以給一些簡單的方針 其實我們的核心概念是 供給它可能會出現在任何地方 所以說企業應該要去想說 如果供給會發生的話 那我們有哪些事情可以先做 像其實我們常聽到最有一個很熱門的關鍵字 叫做Zero Trust 我們今天如果說這一切都是 我們是以威脅最大化為出發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 信任這件事情最嚴謹來看待 那所以說我們在資安防禦的時候 應該是要做一個多層次的一個架構 舉例來說我們今天假設要從公司的外面 進攻到公司最裡面核心的主機的時候 他經過一層一層一層的保護 這就是我們傳統所談的一個眾生的防禦 這眾生當中其實現在有很多新的措施 舉例來說我們剛剛談到人相關的議題的話 要防止帳號被竊取 我們就要使用的是像是多音子認證 輸入完帳號密碼之後 還需要一個手機的驗證碼 才可以成功的登錄我們的帳號 或者說現在又有一些更新的是 無密碼的機制 可能透過一些生物的辨識 來去直接登錄我的帳號 那這樣就不會有密碼 遭到竊取的一個議題 流程面之外其實還有一些是 我覺得更實務面一點的 我們剛剛提到說供應鏈上面 其實很多企業它其實是被大量的供給的 那也有很多的軟硬體它其實存在漏洞 而企業方其實不知道 所以軟體的盤點我覺得是很必要的 像是說我們企業裡面有用哪些硬體 什麼樣的廠牌 有用哪些軟體 它是什麼版本 什麼時候更新的 那官方有沒有出了新的更新 那我們什麼時候要去安排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都需要盤點 這個是很難靠單一的這種軟硬體來去達成 都要靠人的機制來去做的 那以企業的方向來看 如何去管理供應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剛剛有大概有提到一點 我覺得是要先了解我們的供應商是誰 那像是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 我們也會看說 這個公司是否值得被投資 它的背景 它的這個老闆是誰 股東的組成 然後它的等等這樣子 一樣我們在看供應商的時候 它過去所開發的軟硬體 是否是安全的 過去發生資產事件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去做應對 還有就是供應商來說 我們也可以讓它權限最小化 供應商只能夠存取必要的網路 必要的主機 然後也給它最小的權限 而且企業方可以有權去對供應商 去做一些集合的行為 那就可以讓供應商跟我們企業本身 採取一樣等級的資安 那我覺得這樣才可以有效的去保護 整個企業 所以借用你剛剛的概念 說像投資會去做這些 其實就是查核 其實也就是說今天如果說 我們要去讓自己的整個 資安的供應鏈更安全 那除了讓自己有這樣的一個意識之外 我們對我們的供應商 也可以有一個資安滴滴的概念 去看他們在資安上面 理解到什麼程度 那回過頭來我們自己的內部 就是硬體軟體跟人員的 管理大概分這三個層面來做盤點跟檢查 沒錯 當然最近因為ChatGPT 讓AI又再度回到大家的目光焦點 對就是非常熱門 現在其實甚至已經開始有駭客 利用ChatGPT來自動撰寫網路Fishing的E-mail 我覺得駭客真的很厲害 就是說當然有很多報告說 現在詐騙已經開始As a Service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其實以前 就是他們連自己寫這個詐騙的Fishing的E-mail 都懶得寫 都叫AI去寫 反正他就try an error 因為對他來說他也是有成本 他將近這個成本 這個是我很好奇 就是說隨著AI的這個新技術的應用爆發 我覺得其實厲害跟聰明的駭客 一定都是跟著這些新技術 有越多越新的東西 就是用戶會越不熟悉 越不熟悉 他可以去操作的空間就越大 其實你們Devco也經常呼籲企業應該 要用攻擊者的視角來 設定安排風險 或是受衝擊的優先次序 如果我們要讓員工具備這種駭客思維 其實坦白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從你們和企業跟政府的合作經驗裡面 你會建議企業如何去深化資安的策略 其實我覺得背後的原因是 我覺得攻擊方跟防禦方的思維 是差異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不僅是存在資訊的不對稱 也有思維的差異 所以說我們其實不斷的 這些年來都在談的是駭客思維 什麼是駭客思維 我覺得我們可以換位思考一下 如果說今天各位聽眾 你們是駭客 你們是駭客組織 你們是網軍 你們要做攻擊的時候 要達到攻擊成功會做哪些事情 反過來看 那就是我們企業防禦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核心概念是 用攻擊方 用駭客方來去思考 我們整個防禦該怎麼做 實際上來看的話就會是 我們企業可以盤點一下 今天我們有哪一些主機 核心系統或者交易的主機 存在各自的主機 它應該是駭客最喜歡 最想要攻擊的 哪些主機 哪些機制 哪些帳號 可以連線到這些系統 反過來看就會是 這些系統要怎麼樣去被保護 更進一步的是 有沒有機會 我們扮演駭客 扮演攻擊者 扮演網軍 實際的攻擊一次 這就我們不斷的再說了 叫紅隊演練 不斷的去演練 直接去做攻擊 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們整個防禦的環節 那我們整個機制流程 我們的人員 是否都有照我們的規劃 然後去做好防禦 所以這樣的一個演練 我覺得就會是一個最真實 也可以讓企業最明白 知道我們整個優先順序 該怎麼樣去做排列 那也會是最有效的去 化解這個資訊的不對稱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議題 蠻重要的是 企業期會對於資安的 它的措施很多 那我們可能要買防毒軟體 軟硬體 防火牆等等 都會買 但我們無法知道 這些機制 它是否是有效的 所以防禦措施的有效性 也可以透過這種攻擊的行為 攻擊的演練 來去做一個驗證 進而我們就可以去把 我們的資安預算 做一些調整 有些可能效果比較差的 我們可能可以把資安預算 挪到可能效果會比較好的 一些措施上面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企業的 資安長來說是非常有效的 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就想到一部 周堅持很有名的電影 他在電影裡面講說 貪官兼 清官要更兼 他其實就是 駭客思維 或是攻擊者的視角 就是說你不要做壞事 但是你要知道 想要去攻擊你的人 他是怎麼想的 他想要從哪邊去攻入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做個參考 另外一個 我要從一個比較大的scope 來跟你請教跟你討論 台灣其實當然 不管是因為政治地緣關係 還是因為台灣本身就是個科技島 是一個很大的 不管是晶片 很多製造商 高科技廠商等等 台灣其實要去強健 我們整個國家的資安體質 當然我們政府也有說 資安是國安 也要推出資安的國家隊 覺得資安應該是要在地產業化 其實資安最核心的 就是人跟社群 就是說不管是整個人才的培育 或者是說人才的社群 community可以透過長期的互動 跟累積的經驗的分享 來去讓整個資安的整體能力 一直往上去提升 你看國內外 就是說看其他國家的做法 你覺得有哪些其他國家 譬如說新加坡或韓國 他們有沒有哪些做法 是值得我們台灣學習的 其實我覺得台灣 因為剛剛提到社群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棒的特色 其實就是社群 其實我們在過去 像台灣有舉辦蠻多的研討會 像台灣海科年會 其實這些研討會 我們在過去 疫情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其實每年都有很多的 國外參加者來參加 他們其實很訝異的是 這些活動 主辦方幾乎都是 上百人的志工來去主辦的 對 而且不管說是資安的社群或社團 其實非常非常的活絡 也因為這個樣子 台灣的資安的人才 就會從社群裡面開始萌芽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的一個 蠻好的優勢 所以我們在社群的感覺上面 其實是比別的國家 來得更多的 當然我們也有很多需要學習的 像其實我們所知道 新加坡 他們其實在資安上面 投入非常非常的多 他們其實在2021年年底的時候 以OT為重點修訂 調整國家級的資安安全的戰略 因為他們知道說 像是關鍵基礎設施 其實一定是網軍等級的駭客 攻擊的一個主要的目標 真的是軍隊 真的是軍隊 對 那既然說這些會是駭客的目標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以國家的等級 全國由上而下 直接去把整個OT相關的安全做好 所以這個就也有點像台灣 我們會喊是資安就是國安 對 如果整個國家很重視資安的話 那其實資安才有機會做得好 那其實像是美國 他們也是資安大國 那其實他們其實也有 白宮有強調說 資安它不是由單一的部門 或是單一的機構來負責的 它應該是需要民間跟企業一起合作 才有機會做好 像我們剛剛提到供應鏈的安全 其實整個國家有很多的東西 並不是政府全權來去做的 一定也會去委託給廠商 那因此廠商它整個供應鏈 其實也是會影響到國安的 所以說他們在2022年的時候 有發表一個國家網路安全聲明 然後有說關鍵基礎設施 都是有民間企業經營的 所以說企業要加快腳步 來去提升資安的防禦 像近期我們在看到 講很多資安的案例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說 美國有油管的事件 這就可以證明說 其實網軍在做攻擊的時候 其實是有機會影響到 整個國家的安全 所以說這更應該要 以整個國家的高度來去呼籲說 不管說是政府 民間企業人民 應該要怎麼樣去做安全 所以我覺得美國白宮 他有提一個非常非常好 他直接提議說 他建議廠商在做產品設計的時候 就要考慮到資安 那這我們不斷提的 叫做security by design 如果說在初期 就有規劃資安的話 其實在後面就不會說 我們要去用補強的方式 用補強的方式一定是會 會比較辛苦 然後效果會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 我們需要不斷的去學習的 那我覺得台灣也是有在這個路上 我們可以看到像剛剛台灣 我們提到的是 台灣社群台灣的資安人才 其實產生的非常非常多 但需求更多 那在這個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整個資安的市場 是有大幅的成長 台灣的企業對資安的意識 是有提升的 那同時說我們 也因為整個工業界的安全 像之前就有一個 半導體的資安標準 那這就因應到說 我們希望說能夠制定一些 整個產業可以運用的一個 資安標準來去保護 整個產業的安全 那也是因為這些需求的出發 我們需要從供給者的角度 來去看說 供給者會怎麼樣去做攻擊 那我們要去定義 怎樣的一個應對的措施 那才可以保護整個產業 那這個就是我們看到 台灣未來的一個走向 那我們也看到說 像我們公司是不斷的在做 紅隊演練 做攻擊的演練 那我們認為說 紅隊跟藍隊的合作 也是未來一個重點 我們不會說只是做攻擊 然後打完就跑 而是我們的攻擊是 幫助企業去訓練藍隊 訓練他們的防禦團隊 讓他們了解攻擊方的思維跟手法 那才可以讓他們的藍隊變得更強 那我覺得 未來十年我們在 我們看到台灣的這種 紅藍合作一定會是更多的 OK 也就是說其實 從你剛剛舉的 不管是新加坡 或美國的政府 他們在整個國家層級的案例 我覺得 第一個take away是說 資安不是單一部會的事情 當我們車子 越來越多多電動車 智慧車的時候 其實資安就跟交通安全 越來越劃上等號 你如果說從OT 從基礎建設 或從營運的科技 去入侵去攻擊 你反正只要能夠 冠上智慧的任何產業 或垂直事業 他都會有資安的威脅 就當用戶覺得越方便 他的智慧的value 或是數位的value 越高的時候 他potentially的 資安風險就會越高 沒錯 他其實不管是服務 還是產品的設計 甚至公共事業 基礎建設的部件 都要在設計的時候 就先考慮到 資安的防護的意識跟做法 像前一陣子 就有聽說一個案例是說 他們攝影機 攝影機被駭客入侵之後 然後就找資安團隊來看 可以怎麼改 後來發現不能改 因為他的帳密是寫死在 寫死在晶片裡面的 對 所以如果你在設計的時候 並沒有想到 像你剛剛講的 其實從人的角度來講 常常去更換帳密 就是一個很好的 維持自己資安的 防護體質的一個看似簡單 但是卻從人的角度來看 是一個成本很低的做法 不要懶惰 簡單講就是不要懶惰 你要有這個思維 然後你要能夠知道說 其實有些 他會從人的角度來去 榨取你的帳密 其實是最簡單的漏洞 從人去拿到漏洞是最容易的 所以找出這個漏洞 其實就是看出或找出你的帳密 所以今天這整集這樣談下來 其實我覺得那個邏輯上面的連貫性 是非常非常強的 也非常清楚的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更核心的概念 大家可以聽聽看 我們一直深信 這個其實不單是資安 我們只要相信一件事情會發生 這就是最好的防禦 我們今天相信說風險會發生 駭客的攻擊會越來越多 自然這個意識會不斷的在我做的說 事情上面 我在設定密碼 我就想到說 密碼太簡單 可能會被攻擊 或者是說 我用了以前用過的密碼 可能是已經外洩過 那我是不是要用新的密碼 有人會說這個有點像是被害妄想症 但我覺得並不會只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我只要知道它會發生 那我就自然會有一個應對的方法 那這個意識提高 那自然整個措施 整個企業 甚至整個國家都會變得更安全 我覺得Alan 你剛剛講這個概念 它其實是跟安全有關的所有事情都應該可以套用 就是你剛剛講 這個事情不管是要用ZTA 零信任架構來去描述 或者是說 你用比較白話文的方式去講 就是我們假設會出事 那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這個也跟我們的國防的思維 是在概念上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說我們其實不是要去追求戰爭 但我們要假設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 我們準備好了沒 所以它反而會看似有一點矛盾 但其實邏輯是非常通透的 因為你有準備 其實反而就越來越不會發生戰爭 你有準備 其實反而能夠有效的降低資安的風險 而不是等到資安的事件發生了之後 你再來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那個反而都會來不及 而且代價會非常高 沒錯就是這樣子 好那最後一個我想要再跟你請教 因為你其實投入資安的領域是非常非常早 而且其實台灣的整個資安社群 你也都貢獻了非常非常多 我知道你們公司是不是在今年會舉辦 這個DevCore的Conference 大概在三月的時候會舉辦 可以跟我們聽說朋友介紹一下 這個活動它的內容是什麼 什麼樣的人應該要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其實我們最早是在2019年的時候 有舉辦第一次的DevCore Conference 那我們最初的想法是 我覺得我們想要 我們非常非常的期待 把這些我們在資安上面 攻擊方的發現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說 我們越了解攻擊者 我們防禦就會做得越好 我們看到台灣當然有很多的資安研討會 那也有很多是很頂尖的 有很多最新的資安研究 但也沒有是最貼近真實的 真的會發生的攻擊手法 真的會發生的技術 那我們想要在這個研討會把它講出來 那2019年我們辦的時候其實 在那個在那時候我們是第一次試辦 那其實是大概有一千多位報名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踴躍 那我們在2022年 我們是滿10周年 那我們就在2023年 就是今年3月10號跟11號 我們舉辦兩場 一個是企業廠 然後一個是駭客廠 那3月10號的企業廠 我們是全免費的 然後是一個 就是大家只要來填表單 然後我們就會審核之後 然後就可以讓大家來參加 我們談的是給企業聽的是 當我們今天企業要做防禦的時候 那有哪些資安的 不管是策略也好 或者是說他該注意的事情 那只要這個是比較是給 這個企業的資安管理層 然後或者說是 資安的防護人員 然後來聽的一場 那駭客廠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談的是技術 我們不會談太多策略面的事情 我們也不會談太多企業方的事情 專注談說我們在這些年來 我們在紅隊 在攻擊技術上面 上面我們有哪些新的發現 舉例來說 企業有哪一些最常見 可能包含內部網路的一些威脅 或者是說我們今天如何去 入侵整個物聯網設備 例如說智慧的門鎖 如果今天我們的門鎖被害了 那門會自動開 那這個對於每個人來說 都是很重大的一些議題 又或者說我們在過去 就是我們才剛結束的 Ponto On競賽 我們研究團隊 我們是怎麼樣做研究的 他有哪一些規劃 哪一些發現 他整個參賽的心路歷程 是怎麼樣獲得冠軍的 我們的鎖客廠適合的是 對資安技術有興趣的一些專家 所以說我們分成這兩場 就希望說我們能夠分別滿足 管理層跟技術團隊 所以第二天真的是給鎖客 是 當然我們也深信說 知識跟技術是有價的 所以我們企業廠我們是免費 鎖客廠是會收費的 也希望說這可以促成一個台灣 知識價值的一個正循環 我們也期待說 未來我們都可以持續而去做這樣子 去舉辦像這樣的一個會議 好 我相信這個 其實從社會上 或者是政府 企業個人 其實這些資安的事件 真的就是像我們今天整集聊下來的 它就是層出不窮 受法推審出行 相關的Deaf Core Conference 細部的細節資訊 我們會放在我們的節目資訊欄裡面 也讓感興趣的聽眾朋友 可以直接在我們的資訊欄裡面 看到詳細的細節 今天非常謝謝Alan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Alan 謝謝基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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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